就在今天淡水街頭竟然出現 像這樣子一個行刑式的槍決謀殺案 这个人是谁呢 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地方角头 人称呢 而且他呢就在15年前 曾经用相同的行刑式手法 在街头枪决别人 但是没想到瑞德大哥 现在呢竟然发生在他自己身上 这个绰号西吉娜丁的淡水男子 陈文忠 他在今天凌晨大概三点多的时候 在准备要接自己的女友下班的时候 结果就在车停这个地方不到三分钟 后面一个骑机车的男子 靠近了以后 拍了八枪直接打中了 那时候人坐在车上驾驶座 所以他左边几乎头部肩膀 然后包括腹部都中弹 那么歹徒开了八枪以后 火速就离开了 所以歹徒很可能是尾随 或者是根本就知道 他会在这个时间 这个地点来等他的这个 接他的未婚妻 所以就直接开枪 就行刑了 那么事实上呢 这样的一个行刑方式呢 过去在包括台中等地 常常发现 那么台北附近呢 比较罕见 因为大部分都是制造假车祸的方式 那么尾随让你出来以后 再把你开枪打 那这次却是直接就在这个 等于你车子停旁边 我靠近你直接朝里面 直接就开枪了 而且呢 就行刑式的直接开八枪 没错 也就是说 根本不是为了教训 根本就是为了一件 可能是道上的利益的纠葛跟恩怨 然后呢 我就是要你的命 我就是要让你死 所以直接开了八枪了以后 直接就离开 那么事实上呢 那么西基纳中 他的这个外号 跟各位解释一下 在台湾的港欧道上 那么如果他的外号 有加西基纳什么什么 那就表示这个人的个性 是非常凶狠的 很凶耶 比如说过去我们台湾 有个重关神的老头 叫做西基纳青 那个是西基纳青 在道上是呵呵有名的 那么老一辈的江湖人士都知道 那么西基纳中呢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绰号呢 跟2003年的一起 这个枪击案件有关系 2003年的10月9号 深夜11点多啊 那么事实上呢 西基纳青 那么他呢 因为替一个朋友呢 要处理一笔 大概120多万的一个债务 所以呢 他替朋友出头 带了三个人出来 在淡水的一家茶室 跟人家谈判 那么对方的这个茶室的老板 女性老板呢 也在一个朋友的这个陪同之下呢 那么双方要坐下来谈 那么谈了 这个等于说一言不合了以后呢 西基纳中 推了个杆 枪拿起来朝对方 砰的胸部就是一枪 他直接打了下去打胸部 就直接打胸部 因为双方谈判就破裂嘛 然后呢 就因为这样子发生正常要 开枪打了以后呢 那么当然就离开了 这个女性男子中枪 那么送医院 那么这个女性男子是谁呢 也就是我们现任的这个 等于说立法委员 吕孙林的这个叔叔辈 其中一个叔叔辈这样子 那所以当时也是因为这个案子 所以警方整整追查了两个多月 那么西基纳中当时在逃的过程当中 他还打电话恐吓当时的包括 淡水的附近的名义代表 甚至于还包括这个赌博电弯的业者 当时恐吓他的时候呢 他甚至于直接开着张车 带着散弹枪来 那个赌博电弯业者的赌博电动的门口 直接开枪啊 他抬到人家第一次开枪 对 你就知道他事实上的个性 是非常强悍 那么当时警方呢 那么他老 就强迫他的老大说 你把小孩子给交出来嘛 谁开枪谁闹事的 你就把他交出来嘛 结果老大呢 也要等于说去想办法撤动他出来 就没想到这个个性 真的是非常的飙悍 他不听吗 他不听老大的劝 还甚至于讲说 如果老大你叫我这样做 我连你一起开枪 你知道吗 胆子太大了 你就知道当时他有多凶悍 后来追了整整两个多月 然后呢 才把六个涉案的 八卦西基纳东在内 这些嫌犯逮捕 然后起出了两把枪 后来判刑 前年才出狱 就没想到 假使出狱了以后呢 又被人家在凌晨的时候 开枪打死 菜堂甲彩 那么事实上呢 因为涉及卷入这个枪击案 然后后来又被开枪 事实上在我们台湾过去 曾经有一个非常震撼 当时的高雄的一个 得说疯狂杀手 当时也是因为他 所以后来有一个传说 你坐火车 坐到高雄火车弹 那么广播的时候说 各位旅客请注意 高雄弹道了 高雄弹道 你的防弹衣请穿起来 就是因为他 高雄小穿防弹衣 对 没有错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因为高雄创下 有史以来自安最差 一天同一个人 四起枪击案 到处开枪到处杀人 还丢手榴弹 然后还到警察局开枪 最后炸成警察 全高雄的警察单位 警察局全部装上了 防弹剥离 都是因为这个疯狂杀手 那么事实上 南北曾经出过 两个疯狂杀手 在台北就是 黄明冠以前的疯狂杀手 金竹呆梁国凯 那么后来警匪 威捕的枪战过程当中 他服毒自杀 那么在高雄 就是这位李慧昌 那李慧昌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的老大叫做吴守雄 吴守雄一手创立了 这个所谓的西北邦 也就是当时 那么他们包括 高雄地区的火车站 附近的这些野机车 包括游染车 野机游染车 技能车 然后包括后来的 这个歌厅秀的一些歌厅 跟这些所谓的私仓聊等等 全部后来一桶旁边的江湖 就对了 那连当时的斧头帮 台湾真的出现一个斧头帮 这18个人拿斧头 到处去砍 到处去打架 结设抢地盘的龚苏青 也被吴守雄吸收过来 加入了西北邦 但是后来 也因为利益纠葛 结果没想到 龚苏青的小弟 后来开枪打死了 介入一个等于说 建设公司的一个 债务纠纷的吴守雄 也就是说你犯了道上的大忌 你白白都是西北邦的兄弟 对不对 结果你这边 你这边 结果小弟开枪打死了 这个吴守雄 那吴守雄的小弟 嫡系的小弟 就叫李慧昌 那他对李慧昌非常好 他们一起在坐牢的时候 就对他非常好 后来李慧昌 有得了脑流了以后 常常会痛到去撞墙 后来把外旧医去开刀的 自他脑流的钱 也是他的大哥 他们拿出来的 所以后来他的大哥 被杀了以后 李慧昌最狗气 吞不架 所以他就变成了 枪级要犯 他带了一群手下 然后就所有的人 至少每次出去 都是三到五把枪等等 立刻冲到了 跟这个 等于说当时被指 幕后可能跟这个案子 有关系的 龚苏青 跟他有关系的 包括郑传新 也是西北邦另外一个中三代老大 跟旁边所有的人 全部到他们家 到他们开的游览车公司 到他们所有的亲友的地方 就去开枪 只是有关系而已 他一个都不放过 全部开枪 对 他不分 不反三七二十一 就去开枪 甚至于直接 那么李慧昌的嫡系小弟 十七岁的李姓少年 还在去跟郑传新 也就当时西北邦的 这个中三代大哥 谈判的时候 砰了一枪 就开枪 打中了这个郑传新的肩膀 结果是他一天 李慧昌一天开了四次枪 在整个高雄到处开枪 弄得警方 不知道怎么办 坏头土脸 隔天当李慧昌 他们两部车 带着包括这个李姓少年 到一个大楼 他们那个地方 要去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 李姓少年电梯门一按开 对方西北邦的仇家 正在电梯里埋胡 他们可能知道他要来 所以电梯门一打开 就朝着那个李姓少年 乱枪给他打死在那个电梯的门口 然后所以后来 这件事情闹到警方 等于说 灰头土脸没面子 下令要隔杀 追杀李慧昌 就真的 真的在路上被他发门 被警方拦下李慧昌 就这么容易在路上就碰到了 对 真的拦下来了 警匪枪战 然后李慧昌在警匪枪战的时候 还朝着后方 那个颈椎不舍的警方 直接拉开插销 丢出了手榴弹 台湾黑道丢了手榴弹 但大部分都是过齐瓶 都是潮湿不爆炸 李慧昌丢出了这颗爆炸了 爆炸的时候 事实上并没有炸到 颈椎在后面的警察 但是刚好爆炸的地点 是一个幼稚园的门口 就里面一个六岁的女童 就因为这样被手榴弹的岁面 砍成重伤 伤及无辜 后来赶快送医院 结果后来警方也因为这样 逮捕了李慧昌的女朋友 其实你想把你女朋友 逮捕起来的话 你会投案的吧 不 他一路之下竟然打电话给爆社 打电话到警察单位 把我女朋友给放 否则你们一定会后悔 讲完了以后 跑到新兴分局的中山派所门口 直接朝派所又开三枪 又开枪对派出所开枪 没有错 因为他太嚣张了 高雄警察局为了怕发生意外 全高雄所有的派所跟警察局 全部门口的那个警用值班台的那个玻璃 全部换上黄蛋玻璃 就为了李慧昌来的 所以后来为了歼灭李慧昌 把他附近旁边的小弟 全部一个一个抓起来以后 最后在一场警匪枪战的围捕过程当中 李慧昌自己知道他无路可逃 最后拿起一把枪 朝自己的探陷 砰了一枪 就自强结束自己的一生 好 所以我们看到最大二级的嫌犯 除非他今天有guts 他自己解决他自己 否则恐怕就是要进监狱 要来吃牢饭 薛昌 我们要来看看 有一些监狱真的是让人感到绝望到不行 这一次我们讲的是美国的实境节目 他拍出这个内容之后 受到很多人批评 因为他找了好几个人 自愿加入监狱 而且扮演的是没有人知道 连监狱的所有员工都不知道 他们就是来卧底的 完全没有say好就对了 对 他们是无罪的外来无辜者 进去之后要待60天 而且除非你面临生命威胁 否则你不能求援 你不能说出你真实身份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 你看到他们在监狱里面被吓死了 因为这里面 他们 我跟你讲 事后监狱点狱长说 我实在没有办法 这里失控了 我要让这些人来看看 里面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 你看到处有人动手打架 而且是在附近所有人 眼睁睁的状况下 让你清清楚地看到 他才不怕惩戒 他才不怕你对他怎么动 他只要想打你就打你 所以进去的时候 你看到的画面就是 所有监狱的犯人的弱肉强食 弱肉强食到什么程度 打人也就算了 餐厅你吃饭的时候随时要小心 后面有人偷袭你 因为他抓到你 往你背后一顿好打 你根本来不及反省 他想打你就打你 对 不过其实在这个监狱里面 大家更难想象的是 不但这样子的地方存在 而且最可怕的 竟然是那放风的一个小时 对 因为这是在加州 CALIFORNIA的PALAGON BAY 剃湖湾监狱 这里面监狱关2300人 但每一个都是重刑犯 重到什么程度 重到他关在房间里面 22.5个小时 你算一下就知道 唯一会离开房间 1.5个小时 但你想想看 你常识变成 关在一个密闭 不透天字的房间里面 你会怎么想 不风也狂了 不对 你就等那个1.5小时 要出来干嘛 要出来就是想办法报复 跟杀人 你知道在那22.5小时里面 你在监狱 你也关在里面 因为没有全天候的监看 所以做那种小小的刀片 把床架拆下来 两边磨砺 把牙刷的头磨尖 每个人22.5小时没事干 就在那边做刀具 所以他们不是做毒品而已 他们是在做武器 对 所以1.5小时放风的时候 是你生命最危险的时刻 白氏武器了 对 周边人就想说 今天我好不容易做完了 来 我们来放个风 一次就要想办法打成一团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关22.5小时 已经对心灵创伤很重 出去放风更是索命时间 简直是一举成名天下之 你看这简直一团乱吗 因为你放风 我的唯一的训练就打架 我的唯一的报复就打架 对 这2300人被关到最后压力实在太大 一出来就打 一出来就打 所以那里的包含了预警 包含了预竹 随时都在最高警戒状态 你仔细看这画面很妙 就是它的催泪瓦斯都随时准备好 我很好奇 这个放风一个小时完之后 怎么样叫他们回去 他们已经打成这样了 他们都准备好有证报警长 如果你今天 因为坦白讲 囚犯被打伤之后要休息一下 所以他也不能每天都被你打伤 所以隔个一两周闹一次 闹完之后再乖乖的回去 你看画面上这是什么 刚刚画面上是所有没收过的刀具 就全部是你关在里面22.5小时 做手工艺什么样东西 都可以改装成刀子 没关系 要被没收 反正他还有另外22.5小时 可以再做一把 对 我跟你讲还很妙 他们还开发出各种各样的怪事 譬如说卫生纸你想说 不能怎么办对不对 你长时间用体液把它干固之后 卷卷卷卷卷卷变了一个锥子 而且实际刺是可以刺穿你的血肉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整天反而没事干 就在这边搞东搞西 你看汤匙就磨 铁杵磨成绣花针 你就用汤匙做成刀不可能对不对 我给你一年时间在那边磨 看你可不可以 你就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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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个监狱里面 真的光是这个监狱 犯人就写信给法官说 我受不了了 让我死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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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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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